疫情趋缓,但是还是要戴好口罩,防疫不松懈 受风向商长刘耀东八号上午前往鲤鱼潭发送口罩给商圈业者 提醒业者疫情趋缓之时还是要维持警戒 戴好口罩,维持社交距离,守护健康 疫情趋缓,中央CDC有条件松绑国家公园 国家绷景区、游乐园区、户外农场等场所 但是还是以各级政府防疫需要调度调整 八号上午,受风乡长刘耀东,赛志工团长曾淑毅 直南村长张清飞裴同相,发送口罩给鲤鱼潭商圈业者 提醒业者新冠肺炎疫情虽然趋缓,仍要维持警戒 业者也表示,疫情趋缓,喜忧参办 也希望乡公所协助申请店家QR Code二维条码 方便游客用扫描方式实名制登记 说真的,也高兴,也担心 担心的比高兴的多 担心的比高兴的多,真的 是为了生技一定要生活,但是很担心 说真的,还蛮担心 参加业者跟餐厅都停止营业一个多月了 当然我们也希望说这个疫情不要再来了,就赶快结束 营业的时候QR Code它也会配合我们东华大学的一个专业 来给我们辅导,让我们业者可以继续延伸 疫情的关系,我们这个礼塘三千这边 他们的营业受到很大的影响 所以还好我们的商品都很配合我们中央的规定 把这个黄毅的工作做得很好 关于商签他们,关于他们的QR Code的问题 我们都会替他们解决,每一个商店 他们都能够设定有一个QR Code的标志 可以有方便来使用,然后恢复我们以前的 以往的正常的生活,能够疏解他们商签的一种营运的状况 刘耀宗表示,新冠疫情三级警戒以来 业者与相亲生计受到影响,冲击地方产业以及经济 相亲期待逐步降级,放宽限制 但是大家一定要做好防疫,疫情虽然逐渐缓和 不代表有松懈本钱,大家维持高度防疫警戒与习惯 落实防疫工作,守护寿风箱 记者刘明胜,寿风箱,赛访报道